今夜无眠,电商的双十一狂欢夜,加白费买了床垫业宿单位王华新,双十一买什么工资还够用吗?最近坚常听到这样的问题又一年剁手,劫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铺天盖地的购物攻略和越发复杂的优惠规则,对于消费者而言双十一可能是狂欢对电商,却是考验不少电商从业人员吐槽,本是光棍节便购物狂欢节, 单身狗,没有被消灭加班狗倒是多了不少,加班费买了床垫业宿公司,不干出点成绩,谁理解你的不义,宁可双十一不睡觉,也要把货卖盗报,都双十一了还不突,习,在王月峰所在的公司里,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他对中心经纬说公司十月初就开始被占双十一现在睡在公司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已经持续近一周,他曾向领导询问,是否有加班费领导,却回应用来给他买了床垫,双十一加班临时睡在联资后面,受访者公图王月峰衬,领导近日召开动员大会,定下今年双十一目标,要求销量比去年增加20%,身体累薪,更累双十一加班压力很大, 他说公司技术骨干,比我们更辛苦怕系统关键时刻突然崩溃,他们需要留在单位时刻待命心理,还得祈祷千万别出问题以此找点安慰,出入电商行业的黄锡向中心经纬,坦言这种加班阵仗, 他真的没见过九月底公司就备好城乡的饼干,泡面,红牛,火腿肠,咖啡等素食品同步门前被说,这是每年双十一,双十二,甚至圣诞节的常态简直像经历了一场高考,电商公司双十一加班餐,受访者公图一天装进千个包裹双十一买买买之后便是等等等,国家邮政局日前初步, 预计11月11日至16日全行业处理的油快件业务量将超过18.7亿件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最高日处理量,获达4.1亿件比去年增长23.9201%,8年是打包员王华兴从事快递行业的第五个年头,他抱着已经装箱的商品向中心经纬介绍,每个打包区域四人一组, 一人将商品装入泡沫和一人封外包装和一人装箱,最后由王华兴用胶带封箱,在销量大的仓库里,已经预先包装好只等封箱的商品摆了一地,另外没有包装的商品都放在白色小框。 中王华兴,趁公司此前一直用纸箱进行包装,但近期纸原料价格上涨公司,正考虑放弃纸箱包装改为只使用编织袋,仓库中袋即包裹铺了一地。 受访者公图平日王华兴的上班时间为早上九点至下午六点半中午休息一个小时,而临近双十一他的工作时间便为早上七点半,至晚上十点中午是情况休息双十一或流量大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临时再分包。 所以我们提前十天进行狱,包装四个人每天打包进千箱,估计要忙到十五日才能好转。 王华兴如是说,年底成电商加班高峰以为过完双十一万是大吉,不对于电商公司来说,他们丝毫不敢松懈,因为即将到来的还有双十二。 圣诞节,春节,王月峰向中心经纬透露这些节日的到来,对他们来说都是忙碌的加班。 截图也有从业人缘称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工作场所不再局限于办公室,这种便利性也使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在上海一家企业负责电商销售的牛蒙这样,向中心经纬描述他双十一期间的加班状态,在单位加班到晚上十点在家手机监控线上情况,到凌晨稍不留神就会耽误销售。 电商加班的背后是消费者购物量的大涨维度。 近日,联合腾讯理财发布双十一消费情况调查报告,报告将消费金额分成十档,其中预计消费500到1000元的女性占21.911千到2000元的女性占15.76%消费超2万元的男性占1.99%此外超过一半的人51.7%,认为双十一已经成为节日, 就像中秋节要吃月饼购物节就一定要买东西。 据中京公司报告显示,今年双十一预计全网成交额,将同比增35%天猫、京东仍占据主导地位,并保持快速增长。 苏宁、大润发、永辉等平台,也会抢占越来越多市场份额。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也表示,天猫双十一商品交易总额, 今年有望首超2000亿元大关包括京东、苏宁等在内的其他全行业电商平台也将突破3000亿元交易额。 他认为每年双十一电商销售指数级的增长,都在不断验证一个事实, 那就是今年的峰值将是明年的常态。